在丈母娘家的围墙上面长出来了一颗丝瓜苗 这一颗丝瓜苗长是非常好 总长度加起来应该都有50多米了 而且上面还开出来了几百朵的丝瓜花 非常的漂亮 不过丈母娘却说 这一颗丝瓜苗却越长越不对劲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就来这边看一下 这一颗丝瓜苗种在这边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可以看到 上面的黄黄的花朵非常的漂亮 而且引来了有非常多的这种 不知道是什么蜜蜂来的 超级大一个 看一下 飞来飞去的 估计是因为这个花朵非常香 而且特别甜 好像是在这边采这个发混 好多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丝瓜苗 长是不是非常的好呢 这个丝瓜苗是从来没有打过药的 我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叶子啊 到处都是这种蟲子咬过的洞啊 而且这些丝瓜苗都已经从院子外面长到里面来了 里面这里也开了有非常多的花朵 这个丝瓜苗呢 我们也看了一下 长势确实是非常的好 丈母娘当时却说越长越不对劲 等一下她过来之后 我们就问一下她到底是什么原因吧 妈 你看南瓜 你知道这样就有给你了 三十点点点 三十点点点点 有没有南瓜 你捡 这是狗 没有 对啊 怎么签字呢 你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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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嘴上去 我脑瓜 我脑瓜打给我了 刚才丈母娘来这边已经找了一下 确实是在这颗丝瓜上面 是没有发现有一个丝瓜 丈母娘说从来就没有摘过丝瓜 回家里面去煮的来吃过 按正常来说 这种丝瓜一般都是会在这种杆上面开了花之后就会截出来 不过呢 可以看一下 在这些花的下面 根本就没有一个丝瓜 然后一直长到那边去了 都没有发现有丝瓜截出来 真的是太奇怪了 前段时间我也拍过一期视频 就是我一个奶奶家的丝瓜苗 长势也是非常的好 不过也是非常奇怪 他家那颗丝瓜也是不会结果 后来很多网友就在视频下方评论说 他家那颗丝瓜估计是公丝瓜 难道这种丝瓜也有公母之分吗 这颗难道也是公的丝瓜 丈母娘说如果过段时间之后 这额丝瓜还不结瓜的话 他就打算把这个丝瓜苗砍掉下去了 看我们视频朋友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的丝瓜苗都不会结这个丝瓜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一下 以后的话才能有这个丝瓜吃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